新店地震事务所9号上午举办为母亲献上一份祝福活动 除了邀请了老师指导民众制作干燥花卡片 又提问卷及脸书按赞打卡抽奖活动 让所内充满了浓浓的母亲节温馨气氛 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 为了感谢全天下辛劳的母亲 新店地震事务所特别邀请艺术创作方 现场指导大家亲手制作母亲节干燥花式卡片 新店地震事务所主任廖俊龙表示 现在手机通讯软体盛行 很多人可能就传个讯息贴图祝贺妈妈母亲节快乐 或者是购买现成的卡片 为了让民众可以送给妈妈一张不同遗忘的母亲节贺卡 地震今年便规划了手作活动 希望妈妈们收到贺卡可以更加感动 我们地震事务所的部分每年在母亲节都会安排一些 特别针对母亲节的一些温馨感恩活动 那这一次的部分我们是邀请了风格式艺术总监 艺术工作坊的艺术总监谢翠华老师 来帮我们做手作的卡片 那有别于一般的卡片 然后就用亲手的制作 然后又有感恩的温度 将不同种类的干燥花 粘贴在卡片上 就成了独一无二的母亲节贺卡 动作看似简单却是意义深远 参与活动的民众表示 很感谢新电地震可以规划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开心度过感恩的母亲节 像我我就是独居一个人 可是我觉得来参加这个活动 有那个五月节温馨的感觉 我非常感谢 我们地震事务所这个主任有办这个活动 非常高兴非常开心 因为这是应该是我第一次做母亲节卡片 就蛮新鲜的这样 以前都是节用买的 就买礼物什么之类的 想跟妈妈说什么吗 就母亲节快乐 除了举办手作干燥花卡片外 现场还有抽奖活动 民众只要填写固件 并且在脸书上打卡按赞 就能够参加精美食用小礼物抽奖 为母亲节增添欢乐气氛 记者成品张门奇 新电草宝报导 小礼物抽奖活动